一景一物充滿京都風格的日式建築群 矮矮的木屋充滿日式氛圍 讓人有一秒飛日本的感覺 這裡是達岸區的榮景時光園區 好拍之外還進駐15個品牌 餐廳 咖啡館 日式和服體驗等 成為近年很康的打卡景點 這裡就是原台北行務所觀色群 那就是原本日治時代的時候 是丁種的就是最低階層的 育政人員住的單身宿舍 之前的話它是屬於華光社區 一部分的美食街 那就是到了民國就是109年之後 他開始決定就是開始修復這個地方 那因為曾經有過就是遊民住進來 那時候華光社區的居民 已經撤離開來了 那就是有遊民進來 然後不小心把某一間的房子給燒毀了 就是那邊有就是豪邱跟那個日式和那兩間 那邊本來是一間一棟也是四戶的單身宿舍 那就是這樣所以文化局就決定再把它修回來 那修回來就是歷經到現在 現在才開始112年去年111年開始營運到現在 9月7號 像是很有沖繩老屋風味的優雅餐廳 隨處都充滿禪意 華麗優雅的和服布料掛成背景 餐點是依依季節調整的解期套餐 純粹又溫暖 這裡進駐了美食咖啡廳甚至還有照顧中心 是社區的好夥伴 那我們其實我們定位的是叫做文創養生的照護的社區 我們有點叫新型態的叫依居動養模式 那依的話就是醫學的依 然後居住的局面就在社區裡面 那動的部分的話就是我們希望來了這裡的人 是可以動腦動身體的 所以我們有一些課程講座 那也有一些就是設計一些讓生障者 就是無礙 顧道 那我們這裡是服務0到99歲 當然甚至有100歲以上都可以歡迎過來 那我們是一種生活文創的部分 0到100歲都是合來的園區 也照顧到生障者 有許多無障礙坡道 不定期的講座 提供民眾休閒之餘 為旅程增添豐富視野 就是我們有做無障礙的坡道 那就是電動輪椅車就直接可以上來 那娃娃車也可以直接上來 那除了餐飲以外的話 我們還有一些文創的部分 一般的文創生活的用品都可以買得到 那包括有一些洗褲啊 還有毛蹦蹦他們一些育嬰用品都可以買得到 所以媽媽呢就是帶小朋友來也是很方便的 那我們現在也有大安學就是地方學叫龍井學堂 那我們每個禮拜六就是幾乎每個禮拜六都會辦公益獎座 那也會有不定期跟大專院校產學合作開一些課程 那課程的費用都是有一些是公益的費用 就是一百塊到三百塊之間都可以 民眾可以付得起的 那這個部分的話我們也會配合節慶的活動 像譬如說下個月有母親節的活動 還有護理師節的活動 我們都會陸續的展開 那暑假的話 我們預計暑假也會開辦一個正在規劃 就是做龍井小學堂 那就是兒童下令營的部分 是服務小朋友六到十二歲的部分 那我們目前現在也會配合 之前上個月是配合兒童節 有開始做兒童的著色比賽 那在我們服務中心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 除了還有歷史展成以外 還有一些就是文藝方面 藝文方面的活動 都會陸陸續續展開 榮靖時光生活園區 曾昭著榮清席 如今透過老屋新生修復改建 重現歷史模樣 更因文創而發光 重新結構了此地的風景 記者問君 台北報